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朋友 美女 李宗盛 你最近有没有发现 那种亲子时镜的节目 非常地红 因为像是爸爸去哪儿 就有韩版 陆版 而且里面的新二代 现在真的都是 好到不行 没错 因为大家真的很喜欢 看小朋友同言同理 是 最近就有注意到一个 是最近在台湾要播了 它叫做 我的超人爸爸 好 我知道 你知道有在追韩众的朋友们 一定都早就在网络上 追蹤这个了 是的 而且你知道我的超人爸爸 在韩国已经连续 34周的冠军了 好厉害 也太厉害 而且赢过爸爸去哪儿 还有同时段的 其他的韩国综艺节目 我觉得还蛮合理的 因为里面有一个 像之前演过的 朱虹韩绝 我知道 超可爱 他不只是带小孩上节目 他带三包胎 而且儿子超可爱 叫大韩民国万岁 超可爱 对啊 我们赶快看一下 到底有多可爱呢 注意啦 各位网友赶快来更新一下资讯 韩国现在最红的 真人实境节目霸主 已经不是爸爸去哪儿了 而是这一档 我的超人爸爸了 我看 嗯 阿爸不在哪儿 他都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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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儿 这一档就是这档出大 奶爸光环的实境节目 最近以超高收视率 紧下了爸爸去哪儿 除了成为现在必看的人气节目 更连续34周产的收视冠军 Oh my god 这也太成道了吧 而内行的网友马尔 就告诉了虎哥 这收视长红不败的关键 就是他 嘿 这不是当年超红的韩剧 与朱萌的主角宋依果吗 当年依果哥 他与朱萌这个角色 迷倒了无数婆婆妈妈跟少女 而且他除了帅气的外表 跟深情又霸气的形象外 各位观众 他还有超面的体魄 真的是一代男生乌鸦 只不过多年以后 男生他已经变 哇 变成奶爸了 Oh 收视未成呢 宋依果在2012年喜欢三包胎 之后就成了三个儿子的超级奶爸 而我的超红爸爸 也在宋依果 与他超可爱的三包胎加盟后 收视率也跟着一路往上飙 成为收视的焦点 这什么东西啊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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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这三包胎可是威力师徒 除了是收视指标外 还推出了2015年的年力 不但一周内就卖破了 十亿韩帝大观 至今更已经卖出了 三十万本以上 现在连他爸爸都没那么红 还有这三包胎不但超卖萌 连名字也是非常特别 仔细听好了 他们分别叫大哥大韩 哥哥民国小弟万岁 合体就是大韩民国万岁 听到这应该有不少人要吐瞎了 不过在韩国 他们可是抽受欢迎的 你懂的 不只如此还记得当年宋一国 曾经因为参加长泳登土岛激怒日本 而被日本电视台给封纱布 让他主演的韩剧播出 想不到现在去传出 因为这三包胎的烧人气 让他们爹也解净了 难怪人家说 现在靠吧没有用 就要改当靠子徒 抢奶粉尿布钱了 特贵的吧 哈哈 一次带三个儿子 三倍辛苦也三倍幸福呀 报道